永珍革新失败后,平步静云的柳宗元一落千丈到了永州,担任永州司马一职,柳宗元真可谓是,远看一司马,尽看一死马呀。 好在他的山水师哥多少在心灵上拯救了他。 来看看他的师哥创作风格吧。 永州的生存环境如此险恶,柳宗元的身体已然成了百病的大杂贵,肚子时长鼓得像皮球,不知东西也长得难受。 一会儿冷得瑟瑟发抖,一会儿又热得人火中烧,水火反复交融,让人怎能不鼓授如柴。 反映到了师哥里,就形成了一种亲手优寒的写作风格,最经典的当属孤舟梭梨翁读掉寒江雪了。 弱大天地,无亲无有,只有鱼翁一人谈将读掉,简直含得入骨,让人不忍之事。 而这首《在智界为盐水盐》,岁速言下就更不用说,一下召集了锤冰、骨台、青枝、阴草、醉雨、素彩、寒光等大批的优寒异象。 这把柳哥冬集,多读几首,都能感觉到自己跟着柳宗园一起,心灵如冰了。 而作为韩宇的师哥正友,虎闷的柳宗园当然免不了也学学韩宇的躁雨险棘来打发石剑了。 看看这首《与号出上人同看山》及金华千古,海盼尖山似剑芒,秋来处处割愁长,若为华德深千亿,散赏风头望故乡。 说山风是贱人般刺痛他的愁长,让他恨不得要分身成千亿份,助力到每座山头跳往故乡。 这吉思妙下,简直可媲美,拔一根猴毛就能吹出猴万个的猴哥了,有没有? 这种程度的其余还算是小菜一碟了,柳宗园在用运方面的大胆,那才是七中吉,险中险呢。 他曾独创了一种石余运,专挑别人嫌弃的难以押运的字来显示。 最后这个天才君还真成就了一首名为,仇潮州陪朝长史君,即道州吕巴大使,因已建设二十运一首的骑士,一口压了斑弯尖山,斑延环环,山关弯尖,环曼弦斜,弦环攀弦,共二十个怪运。 躁欲嫌弃到这种程度,别说是我们普通人已经跪倒,韩环看了恐怕都要甘败下风了。 当然,躁欲嫌怪通常只为炫弃而存在,宝宛容易形成极高刻寡的弊病。 所以柳宗园虽然有时会踏入奇险的怪宣,但每次又能跳出,重回平淡的怀抱。 而且他的淡不是简单的淡,而是耐人体觉到淡而有味,和韩环大力反对佛教不同。 柳宗园自有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,师哥也就自大了一种佛教的禅意。 例如,柳宗园在山峰上的化身牵引,其实学的才不是猴哥嘞,而是佛本身就有变万换迁之身好吧。 而另一首名作渔翁,渔翁夜磅吸盐素,小极清香燃褚竹。 素的是西盐,喝的是清香水,燃烧的是褚竹。 渔翁艳然是为远离神俗的饮饰,燕霄日出不见人,哀乃一声山水浴。 渔翁在烟雾缭绕,山水碧玉间时已实现,人与自然竟可诗意融合至此,妙灾。 回看天际下中流,沿上无心云香浊。 其中的无心指的是功名皆忘的超然之景。 如此才艺的诗看似平淡,细细品尝还真是大而雅大而立。 忽视说柳诗,外窟而中高,四大而识美,真是恰如几分。 恰如山水游记散文,渔翁原的山水师也是为他抵抗绝望。